云林人早餐喜欢吃菜桃柜 台中人就爱吃炒面 吃的时候要淋上辣椒酱 还要搭配一碗猪血汤 同版价格就能享用诚意满满的台式早点 有一家传统面店 从天亮店门口的人潮车潮就没有停过 经营的是一对二十几岁的姐妹花 刚开始有客人看到老板娘是小女生 骗钱的不付钱的 曾经让姐妹俩相当沮丧 但是端出幸福早餐的真心诚意 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凌晨四点月亮太阳都还没交班 路口的早餐店已经先醒了 两家姐妹俩一人熬汤一人备料 工作很琐碎 但是接下来出餐的速度 就靠这些前制作业了 有酸菜啊 然后大骨 还有一些大肠 小肠跟猪肚 不敢 都没有 从开始营业到现在都没有 不成 怕被客人骂 时间接近五点 姐姐梁家萱钻进后头厨房 站在大锅前准备炒面 自制猪油 爆香青葱 红萝卜基本配料 接着下油面拌炒 外厨的妹妹梁家萱也加快手脚 虽然表定时间是六点开店 但是许多顾客看到灯亮了就跑进来吃面 还不错吃的 还蛮好吃的 它这个汤还好 有嚼劲吧 比较有嚼劲 我会像别家的鱼料 有 五口 有 我会像别家真的是五口 吃酒 炒面淋上辣椒酱是标准的台中人吃法 汤里头有粉肠小肠猪肚鸭血酸菜油豆腐 香气逼人 碗面喝一碗汤 汤还可以无限续碗 把台北客人也迷住了 我从台北来的 他是从台北来的 来才中碗 台北来吃喔 特别来吃喔 不是啊 特别吃 来就吃 来就吃喔 台北比较没有炒面喔 这个比较 没有啦 这个汤还可以免费吃喔 对对对 老板娘很好 又那么年轻 又那么漂亮 铜板价格就能享受丰盛古早味 难怪店门口的人潮车潮没空过 还有一个炒面大的 还有一个大厂猪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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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料不够了 佳萱又跑到后场清洗猪肚猪肠 就怕摊伤洗不干净 就算要破度取茬 他也坚持自己动手 当天的然后回来自己做 起先是会找不到头绪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就是会搞混 但是弄久了之后就好了 所以肚子剪开是OK的 对 独称一家店真的不容易啊 该做的 不敢做的 全都要做 包括挑肉去骨 这个就是菠拉吧 对 这个好吃就是要这样弄 对 而且要当天现弄那样 吃起来就是很甜 很棒 这个很刺 所以比较没什么人愿意剥 几年前 两姐妹经营炒面摊 才20出头 顾客看到老板娘 竟然是两个看起来 涉事未深的小女生 有的心生怀疑 还有的不付钱 要看我们都是小孩这样 然后有时候吃饭就不给钱 吃饭不给钱啊 对 然后要不然就会来闹 对 来闹 还有要来骗钱的 也是因为有可能说 最近没带钱 没带钱 对 没带钱 然后她说我等一下回去拿 然后可能就没有拿过来 就再也不回来 被骗了 梁家爸爸早年做的是童装 受到大环境少子化的冲击 童装生意越来越难做 干脆转行做早点 后来从小在父亲身边帮忙的两姐妹完成学业 就负责分店的拓展 总店很稳定 然后不需要我们在那里 她想说出来试试看 那一开始会有压力吗 有超大的压力 天气压力 不是是被就是 人家都会有点看笑话的心态吧 为什么好呢 就是人家会觉得说 我们这么年轻 然后出来做这种传统的东西 我们又什么都不懂 对 很多客人都会 比如说在总店看到我们都会说 啊你现在是逗啊 还可以比较 安静哦 没有 其实她也很长 因为 姐妹工作会不会偶尔会 有一件不合的地方 有时候也是会 姐姐会很凶吗 很凶 很凶哦 所以都不敢反抗啊 对 所以她是压力压制 我们合作起来是比较 比较没有 就不需要去告诉对方说要 多做什么或是怎么样 就一个眼神就可以知道了 很杀的眼神吗 不是 从小感情好得不得了 长大后一起创业 更是默契十足互相依靠 七年级后段班做传统早餐店 最大的成就感就是顾客的肯定 有一些就是叔叔他们就是叔叔阿伯 就住这附近的 就每天都得来 但有一天没有看到他们 也会觉得很奇怪 也会想要问他们 因为他们都 就很像自己的叔叔阿伯 然后阿姨他们 当客人就是 刚他们就是跟我们说 很好吃的 然后就蛮忙碌的 然后小时候 就是甚至还有客人想说 我怎么这么小在那边摇汤 快包红包给我 另外帮父母分担家计 也是姐妹俩工作的最大动力 把我们养那么大 就帮他赚钱应该的 因为其实也都吃家里 住家里 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本分在做 全力以赴 尽管曾经被取笑 既然要卖炒面 何须念这么多书呢 两家姐妹却能自信回答 拿起锅铲 是为了传承 为了延续台中的古早味 几年下来这个答案 已经让顾客们认同与佩服 这家热卖六十多年的酸菜面 是万华人的特有早餐 老板娘说三级警戒的时候 外送员也不敢进万华 为了维持生计 她做蛋糕 做碗粿 想办法挣一点收入 她说现在不再去想说 要赚多少钱 日子平安 过得去就是最大的幸福 煎得金黄的荷包蛋 整整齐齐地在铁盘上排队 等待上门的客人 大伙前场后场忙进忙出 正在准备的 是属于万华人特有的早餐 它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放点猪油 然后加一点酸菜 就是这样 没什么 可是这个就是老味道 你最好去吃一次 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好吃 在面台前坐正的是 老板娘陈秋平 大锅里面煮得沸腾 还煮得有学问 我们这种是大锅面 所以我家筷子一转 它就是一碗面的量 所以我抓得很准 所以我一锅面 如果二十球面的话 我大概花不到两分钟 有教过别人 他们都说这个面 怎么样叫它进去 它就是不进去 都请不到人 所以就只有 从头到尾就是我自己 一颗半熟蛋和酸菜 激荡出绝妙滋味 吸引顾客一吃再吃 这碗飘香六十年的酸菜面 看似简单的配料 制作过程 可是一点都不简单 这种就是有点类似 人家过年在吃那个 长年菜那种 那种菜去做的 所以它是这样一整颗的 一大片的叶子 酸菜它这个里面 都会有沙子 所以都要把它 一页一页把它打开 里面的沙子才会掉下来 像外面 他们可能就是 整桶下去泡水 没有这样一页一页洗 然后他们泡水 然后捞起来就直接切了 所以泥土都包在里面 所以我每次洗一次酸菜 大概要两个小时 差不多一百斤左右 要洗两个小时 也是蛮备工的啊 仔细清洗去掉 叶菜里的泥沙后 接着脱干水分 切碎 里干 再放进大锅里干炒 前前后后所有的工序 得花上整整十个小时 才能完成 还好儿子退伍之后 就回家帮忙 现在成了成熟品的得力助手 炒酸菜是比较累 可是不会难啊 就是因为要炒很久啊 要炒多久啊 大概要炒半个小时 为什么要炒多久 因为火不能太大 会烧焦 然后要一直翻 所以就是要炒到 让它整个干掉 这样才有香气啊 像现在就还有点湿啊 所以就是还要在一阵子 老面店一开始在漏项里头经营 因为店内的环境老旧 陈秋平为了给顾客 更好的用餐品质 将店面从巷子搬迁 到了大马路上之后 却碰上了疫情 当时进入三级警戒 整个万华区 顿时变成了空城 连带生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人嘛 连公车过去 公车都是空的啊 像外送员 那也是一听到万华区不要 连计程车 有的万华区也不跑啊 就这样子啊 有的房租一二十万 二三十万 你一休息 那个房租都要照支出啊 我很多客人做餐饮业 他们都收掉啊 他说干脆就收掉 等完全恢复 再回来重头来啊 我是有基本的客人啊 因为我做这么多年 我都有一些基本的客人 所以我还是加减 就是做一个 虽然生意只剩下四到五成 就是等于是做一个平衡开销就好了 这段时间不要说赚钱 要求不赔就很好 面对疫情严峻的考验 加上员工生计的压力 不奢求能够赚钱 只要生活过得去就好 为了撑下去的这一段日子里 除了做外带 外送 陈秋平也利用下班的休息时间 接接客制化订单 不管是稀释烘焙 还是传统美食 他什么都会做 希望多多少少填补收支的缺口 比较空我就会自己做一些东西 什么慕斯 蛋糕 碗粿 什么萝卜糕 那个我都会做 我做这些东西材料都因为自己要吃 我大部分都是做自己吃的 然后材料都用很好 所以我朋友都知道 他会说那你多做一些卖我们吧 所以我就会变成好吧 我就要做 我就问有没有人要 我就一起做这样 酸餐面店卖蛋糕 对啊 也是有人叫我做面包 起来卖 我说我是卖面 我不是卖面包的 那一段时间疫情 多少啦 多少接一些这种单也是 不无小谷啦 疫情当前 尽管生活有许多的无奈 但总有一天 盼来雨过天晴的时刻 而这一碗飘船已久的酸菜面 承载着许多人的回忆 和念想 将独有的生香滋味 继续延续 继续飘香 台南人有多爱吃鲜鱼粥呢 不管是早餐还是宵夜 鱼粥店的生意总是好的不得了 我们今天要为您介绍的 这家老店专卖土托鱼粥 老板原本经营工厂 被倒债之后才转行卖粥 也或许过去都是被招呼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招呼客人 左太太的只好辞掉护士工作 帮忙雇摊子 从后台处理鱼货 到前台烹煮料理 都是从头开始学起 靠着一碗一碗的粥 终于把三个孩子都养大了 现在虽然已经可以享清福 老板夫妻却不愿意退休 他们说年纪大了 不用跟孩子们拿钱 也算是老人家最大的成就 傍晚五点营业 一整锅的鱼骨汤 汤饭 还有堆积成小山的虱目鱼肉 土托鱼肉都已经准备就绪 阿忠老板坐镇摊前 镇一卖 已经卖向四十个年头 老板美慧是他最得力助手 虱目鱼粥两个 然后鹅仔粥一个 还有一个煎鱼肠 对 不管人潮再怎么多 阿忠老板总是不疾不虚的 调配着他拿手的好粥 招牌的综合粥 有着扎实的虱目鱼肉 细致的土托鱼肉 还有些许的鹅仔 再加些汤饭 以及独门配方 这时候阿忠老板忍不住要开口了 鹹汤这不是漏汤 不是漏煮的 这我自己开口 鹹汤是水加盐巴吗 没有啊 水加盐巴 这没这么油的 今年38年 全都没跟人家讲过 这咖的蜜蜜 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这是阿忠总能侃侃而谈的原因 他一边说着 美惠姐也总会静静的在旁边听 来老摊子吃碗鱼粥的 除了老顾客外 一些年轻朋友也会一再上门 很像回到那种小时候一样啊 对啊 然后它的做法其实跟外面吃到的鱼肚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它的鱼肉是特别是手工制作的 这碗鱼粥对学生而言稍稍嫌贵 鱼料却是给得澎湃 最后总能在价钱上达到平衡 你吃的肉费啦 不要啊 不要啊 你吃的肉费吗 不要吃的 不要 raus 不要脚 忘记了老闆做到残葬再做 不要 不要 你吃的肉费啦 还有一个肉费 肉费 也要带它啦 对啊 带太久哦 我這邊看這都8年 騎到8年 都騎到8年喔 我零有產障所作的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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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零有產障所作的啦 我們也是這樣 腳掌扭到哪裡做啦 所以我們就做 不用少年了 不用少年了 阿忠走起路來相當吃力 但還是樂觀地經營這間店 斑駁的牆面上 竟是夫妻倆的驕傲 老大在金控上班 老二是心理諮商師 老三還在公讀研究所 沒有幾點很久了 你要吃就要早一點啦 沒辦法 應付不夠啦 只有你跟太太兩個人一起做啊 我有跟你講啊 兒子也不做 年輕人都怕到啦 現階段子女各有專精 因此沒能回家幫忙 曾經請過幫手 對方卻連要收個碗都不願意 老人家個性強 不願意伸手跟子女拿錢 因此乾脆自個兒包辦全場 阿忠負責煮粥 玫瑰姐就負責熱炒 沒想到五六十年的料理經驗下來 她的石木魚炒飯 竟然拿下排能炒飯的第一名 魚肉炒我就用熬起來魚湯 然後就弄下去炒 不能炒太乾喔 太乾又不好吃喔 要是這樣吃起來這樣 淡淡淡淡淡 所以那個味道很新鮮 吃起來好像在吃雞肉飯 既然有石木魚炒飯 土工魚炒飯有原點嗎 玫瑰姐笑說一聽到一盤要兩百塊 客人就紛紛打退堂鼓囉 而乾煎世木魚 更是來店裡一定要品嚐的 肉先煎 用它 這樣煎得比較漂亮 你現在面皮煎得就黏了 所以黏著 你黏著去店隔著去店隔著去店隔著 都賣了 對 所以有吃屁股 很新鮮 很甜很好吃 很熱情啦 熱情 親切啊 對啊 不錯啦 可以單點石木魚粥 也可以只吃土托魚粥 或來碗綜合粥 再配上乾油條淋肉燥和魚腸 然後喝上一杯老牌的仙女紅茶 這一夜的質譜海味 總會烙印在腦海裡久久不散 絕對一定會吃的 因為這就是古台南人古早人的古早味 夜目低垂 來電的人也越來越多 雖然每天只短短營業四個小時 備料卻得花上一整天 只有你們兩個 我們都沒有 你們第一次 因為我們大陸的魚都煎 我們這就是清白方式 沒有包粉 沒包什麼 來到老房子二樓 這裡是良老的中央廚房 早上十點 土托魚已經下到油鍋裡 這是種半煎炸的烹調法 土托魚 土托魚 肉質細嫩 甜度極高 加上沒有魚刺 因此深受喜愛 一塊土托也只能做出三碗的粥來 因此光是一塊土托魚 當時一個月就要用掉一頓的量 都換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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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人家說 老闆妳 了解 說不要緊 我沒請人 我們自己的家沒出水 所以來用這麼加油 經過油溫慢慢烹煮 魚香也漸漸飄散出來 當年會做起魚的料理 其實也是身不由己 當時很辛苦 我一會做的跟我先生 因為他做了失敗 失敗之後我總是小孩先 千年給我幫他問 他的事業 他說他欠水了 你不吃了 拿刀了 你就賺一賺 我就說好 把頭都洗一下 阿忠原本在經營職場 卻遭人倒會三百萬 不得已只好收掉本業 後來四處找工作都沒有結果 在神明指點下 只好做起油湯身影 我第一堆 第一堆煮不熟 因為他不敢騎大 我就跟人家說 沒關係啦 因為所有人生橋 我來騎好了 我以前說 他不好意思 人家這樣慢慢來 他不要騎過大 不好意思 我說第一堆煮不熟 我第一堆煮不熟 第一堆煮不熟 招呼客人 老店所在的民族路 和刺坎樓 四連五廟比零而居 古早年代 就是一條熱鬧的小吃街 住家 因此也跟著變成了店面 有自己 有自己 沒有人可以 沒有人可以 我們是說我們 不用跟小孩拿 對啊 你說我炒飯炒七碗 都已經變成了 這個還好好的 你看 這有時候會痛 關節也 負債過日 又有三個小孩要養 一路走來 辛酸淚都往肚裡吞 但良老感謝老天爺的暗中幫忙 正式開了餘店 讓三個小孩都吃得頭好壯壯 因此取得高學歷 有份好工作 也算是忙忙碌碌中最大的安慰 有一些為太秘密 二十幾年 午後 看見 一見 一見 來 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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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